欢迎来到本季的剧推时间啦! 这一期呢老实说评价和苦不然就是稍微偏低 我们就马上来探究一下这一期的作品到底是什么走向吧! Doctor Lawyer 两颗星 作为大叔回归的强推剧 让这部剧一开始讨论度就不错 期待度也很高 但却以失望收场 演员呢都是实力派演技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但剧本可以说是太平淡无奇了 小角色之与主线的代入感呢也是很差 在法律以及法庭上的琢磨不够多而且也不够专业 让男主角的角色魅力并没有凸显出来 现在开始是show time 三颗星 以轻松有趣的题材来描写的灵异悬疑剧 以鬼神和魔术师题材来搭配真的是绝妙又可爱 不过呢在悬疑部分安排的比较不立体 整体来说没有太令人感到惊艳的地方 角色个性的呈现也都是比较常见的设定 算是可以轻松愉快看完的不烧脑小品 黑色新娘三颗星 喜欢看狗血剧的朋友们呢看过来啦 以上流社会的绝品婚姻为主题 让大家一窥有钱人无极限的浮华世界 剧本呢近展飞速 飞速到我看完以后连男女主角是怎么爱上的都摸不着头绪啊 浮夸的互相陷害和复仇 是一部狗血不用钱让大家可以无脑观看的短片剧集 为何是无秀才三颗星 从主演定下开始就一直让人很期待的一部剧 前期剧情搭配徐轩正姐姐的演技 那股浑然天成的霸气律师女强人气场 让人看一次就爱上 但随着剧情发展呢让人越来越搞不懂剧情 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加入了太多狗血和脱戏的元素 节奏掌握得不是很好 让整体水准直线下滑 美男堂三颗星 老实说看到女主角我就劝不拉 但看在主题着重在传统无师和犯罪策写上 平稳的看完了这部剧 女主角演技不出意外的还是很浮夸又没什么层次感 但男主角徐人国这次的表现就不同以往 除了帅气以外呢和伙伴们的火花也还不错 可爱活泼不计形象的演出提升了我不少观看意愿啊 柔美的细胞小将第二季三颗星 细胞小将们又回来啦 上一季进行到女主角和第一个男主角分手的故事 第二季看女主的疗伤过程 还有对新男主敞开心胸的心路历程 再搭配小细胞的内心系 真的是疗愈感十足啊 可惜呢因为我个人不爱三角关系的剧情 所以对我来说中后期的看点是比较不足的 Link 尽情吃用力爱 三颗星 这一部就我所知呢还不少人是中途弃剧的 剧情描述和呈现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似乎太想要强调悬疑的部分 导致大家其实看得有点一头雾水 主线揭示的节奏太慢了 并没有引人欲胜的感觉 而我想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其中的美食 和男女主角可可爱爱的恋爱吧 Insider 3.5颗星 这一部前面三分之二的部分呢 我一直在睡一睡一心情间看完 男主角从入狱之后呢看起来就诸事不顺 腿也不知道断了几次 在这种绝望的环境下呢 真的让人很难提起进来看啊 但想要体会江和娜魅力的人呢 一定要撑下去 后段会逐一揭示一个个男主角的计划和反圈套 回马枪式的把男主角的帅气一次补上 看了非常解气又爽快啊 模范家族3.5颗星 这部剧是无欲锦上了之后我才发现啊 原来帅大叔有心系啊 主角呢是平凡无奇的废柴教授以及黑道的小偷偷 因为偏幅不长所以节奏是还蛮快的 用一些过去还有现代的故事带出角色的性格 还有人生的困境 剧情称不上是爽快 但是其中带出的现实面着实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魅力 下蛙的丑闻3.5颗星 狗血剧再一波啦 剧中的妆容和服饰都显示出了每一个上流角色不同的性格 剧情描写着动在主角之间各自怀抱着不同的情感 交织出他们爱与复仇的故事 狗血剧呢该有的出轨啊杀人灰金如土的情节都有 整体来说其实剧情架构还不差 喜欢狗血剧的朋友们赶快打开哟 纸房子3.5颗星 改编西班牙知名同名剧集的纸房子呢 免不了会被和原作来做一个比较 因此韩版整体的评价是不高的 但看习惯韩剧的我呢是还蛮习惯其中呈现出来的淡淡诡诀氛围 还有随时会封起来的音乐 质量其实都还蛮高的 对于没有看过原作的我来说呢 还是有陷入其中几个角色的魅力当中 Again my life 四颗星 我家男神李准姬的回归座啊 爽快又节奏分明的新人生 小虾米累积实力对抗大鲸鱼 真的是让人百看不厌的经典套路 搭配李准姬自然又帅气的演技 让整部剧非常的鲜活 虽然某些部分剧情有一点小bug 但我们男主角不管是和伙伴 还是和反派演员的火花都相当引人入胜 还魂第一季四颗星 这部可以说是近期讨论度最高的奇幻古装剧 架空的时代和设定搭配其中水之法术的呈现 真的是会让人想一集接着一集看下去 虽然对我来说剧情还是有点拖道的 而且在造型上面也有一些设计实在是让人出戏 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爱的桥段啦 剧情整体是完整流畅的 情节安排也不落俗套 接下来还有第二季在之后会上线 一起期待接下来的故事吧 这一集真的是背这一步步推啦 话题性高到播出多久就霸榜多久 如果语音无说自己是第二可爱 那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可爱 女主角周围的每一个角色 不论是主要或是次要的配角呢 以单元剧的方式呢 将彼此的魅力美好地呈现了出来 冲着女主角的神演技不入坑绝对会后悔 第一点角色魅力立体细致 这部剧呢从主角群到每个单元的小配角 没有一个不性格立体又带有魅力 尤其是以女主角为中心的女主角团 除了女主角以神演技完美诠释自闭症患者的 其中一种样态 男主角细心呵护到真心相爱的天然暖男演技 以及周围每个人在接触女主角之后 所呈现出来的前后心境转换 这些细致的角色氛围结合在一起之后 无疑成为这部剧成功的最佳功臣 第二点 单元剧情引人入胜 有了鲜明的角色设定呢 这部剧也透过一个个不同类型的送送案件 来传达想要说的故事 当然每个故事也都在主线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和连结 女主角要怎么适应这样子的现实和社会 还有原事物 而不管她透过这些案件了解 或是学习到怎么样的应对 都让观众们跟着她一起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 第三点 整部剧呢 虽然主轴是温情而且带给幽默搞笑的 但其实透过这样的叙事方式 也让我们看见一些社会的现实面 以及女主角在对应各种对她来说很陌生的那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其中包含了许多的碰撞和伤害 但也包含了体悟及温馨 这对一般人来说很简单的互动 对女主角来说是个怎么样的成长旅程 让人忍不住又哭又笑的看完这个故事 虽然有些人觉得这部戏呢 过于乐观还有非现实 但我觉得以这样子偏严肃的主题来看的话 以这样的形式呢 慢慢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体悟还有认知 其实已经是非常好的呈现方式了 整体从剧本到演员啊 画面再到音乐 没有一个部分呢 不是近期最佳又最美好的一个作品啦 谁说不够狗血或是不够刺激就不能吸引目光呢 与英武呢就在这次替这个圈子诸如美好的能量和温情 我现在在看的还有 潮仙精神科医师刘士峰 阿德姆斯 说出你的愿望 Good Job Big Mouth 模范型锦二 近期这句话题信的呢 大概就属李中硕和润娥合作的刺激选一句 Big Mouth 真的是极极反转极极精彩 那也有温情感人的 说出你的愿望 还有帅叔驰骋他一人分饰两脚的演技盛宴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下一季的剧会有更好的表现吧 以上就是这季推荐的韩剧啦 近期呢不凡有一些题材特殊或是温情感人的好剧本 绝对是记得期待的哦 如果你有其他推荐或是对内容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欢迎留言给我哦 也别忘记关注我们来G动态哦 那我们就推荐下次见啦 Bye Bye